第106章 姓徐的 大概是这位自封的灵州将军 太过直截了当 让晋银官场多年的宋妍 感到新鲜的同时 又有些让太守大人不想承认的忌惮 一时间无言以对 漠不作声 茶水早已凉透 宋妍仍是坐在那里晃动杯盖 徐凤年也不计较这种无伤大雅的失礼 有密报说 李夫珍也到了黄南郡 他不想跟他碰面 到时候 双方都难堪 就准备离开这座 确实有些阴气森森的府邸 宋妍没有自负到 坐在椅上纹丝不动 起身相送到门口 徐凤年告知 会在郡城逗留到明早 宋妍点了点头 在原地驻足良久 步伐沉重 走回椅子边上 一手轻轻按在铁灵木椅子的扶手上 被扶上贵客婉拒带路出府的管事 小心翼翼站在门口 难免忧心忡忡 都知道北梁世子为人处事荒唐离奇 如今往自己头上 放了一顶灵州将军的官帽子 天晓得是不是要名正言顺地拿灵州开刀 自家老爷可别成了头一个 宋妍拍了拍俯手 转身说道 去野员楼整理出两千本藏书 然后让陶将军 今天就送往灵州将军府邸 管事不得不多嘴一句 老爷 怎么个分法 宋妍一脸被伤口撒颜的无奈 叹气道 除了那单独用黄花梨木盒珍藏的四十余扇本 其余都择忧搬出野员楼 管事应诺一声 赶紧离开 宋妍揉了揉眉心 苦笑道 真是比嫁女儿还来得心疼啊 徐凤年带着徐衍兵和洪书文 走在宋府小路上 忽妍观音并没有进入这座府邸 留在府外巷弄的马车上 徐凤年之所以选中黄南郡宋妍 主要是这个太守读书不少 但老学纠气极少 当初宋妍故意在公开场合 非议徐霄的赏罚不明 不过是官场上兵刑显着的伎俩 以此吸引徐霄的注意力 哪里真是宋妍不安官场规矩了 只可惜遇上了徐霄这个不识风情的北梁王 媚眼抛给瞎子看 当然 徐凤年也开始怀疑 徐霄是不是有意将这个灵州完食 留给他去收服 徐凤年思索间 抬头望去 瞧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府上丫鬟 衣着朴素 腰间还出奇地跨了一柄长剑 对自己一行人颇为面目不善 他拦住去路后 按住剑柄立声问道 你们是何人 先前就在墙外街上不怀好意 为何擅自闯入后院 在灵州不批假咒 却配梁刀的年轻人 肯定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顽固子弟 他跟随小姐 不知道教训了多少次 这些只会靠着父辈公英 为恶乡里的浪荡子 也没半点记性 这回禁思闯郡首府邸 要舞杨威来了 徐凤年看了一眼他 身后红书文跃跃欲试 眼神阴冷 就要直接拿刀鞘 直接砸晕这小娘子 徐凤年丢了个眼色 示意红书文不要惹事 对他笑着解释道 我是你们府上客人 马车停在后门巷龙 这就要离开 并非如姑娘所想 私闯关宅的罪名可不算小 我没这份胆量 来太守府邸惹是生非 徐凤年说完 就要绕过他前行 不曾想他横移两步 再次拦住去路 红书文翻了个白眼 这娘们真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的 女毕生硬说道 不行 你得报上名号 我问过了管事 确认无误后 才能放你们离开 否则你们若是贼胆包天的 妾书毛贼 或者是那意图行凶的江阳大道 红书文忍不住骂道 滚开 性子不比红书文好多少的女毕 怒气横生 就要拔剑相向 不过让他魂飞魄散的是 不论他如何用力 长剑就是无法出鞘 好似被钉死在剑鞘一般 徐凤年知道 红书文没这份通学能耐 可对曾经力压王秀一头的徐彦兵 来说就是雕虫小技了 徐凤年直接与他擦肩而过 古井不波的徐彦兵紧随其后 红书文一脸看天大笑话的促侠表情 大摇大摆走过 恋见多年的女子 只当是白日见鬼了 再不敢造次 转头正正望向三人 发现都有影子 才松了口气 他可真怕他们 是当年惨死在这座府邸里的孤魂野鬼 丫鬟已经不敢动弹 可府上又有人阴魂不散 长剑如红 直掠而来 徐凤年皱了皱眉头 红书文乐得有人撞到他刀口上 不过有殿下在场 他的出手倒没有太过狠力 只是迅速摘刀 用刀鞘戳在那刺客的胸口 然后一脚踹在那人腹部 红书文似乎觉得便宜了那人 快步而去 一脚就要凶狠踩在那刺客的脸面上 徐凤年已经出声道 可以了 红书文收回距离那人脸面 只差一寸的靴子 重新配好北梁刀 反身走向菩萨心肠的柿子殿下 先前拔剑不成的丫鬟 带着哭腔喊道 小姐 被红书文一戳 加上一彩的年轻女子 挣扎坐起身 跟丫鬟指了指掉落远处的佩剑 然后朝那三人背影艰难喊道 喂喂喂 那个头发灰白的 别急着走 我有话问你 不过 让宋黄梅大失所望 那家伙竟然就这么头也不回离开 也不知道是怕他爹帮他出气 还是根本就不屑跟他言语 不过很有江湖义气的宋黄梅 也没有不依不饶的念头 先前出见 留人本就理亏 他也没觉得 对方下手就是蛮不讲理 记不如人 心服口服 宋黄梅虽说疼得脸色雪白 但好奇心远胜那点恼羞 可碧女铁牙 就没这份豁达了 帮小姐捡回了长剑 搀扶小姐站起后 明知不是那伙人的对手 也要去拼命 宋黄梅抓住她的手臂 挤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笑脸 铁牙你别去 他们真是府上的访客 还是我爹亲自迎接的 哎呦 真疼 不能再说话了 碧女铁牙哭气道 小姐 哪有这样的客人 我得跟老爷说理去 宋黄梅反而到抽冷气的同时 一脸心满意足笑道 铁牙 咱们可算遇见高人了 走走走 扶我去傅真姐姐那儿 等我缓过气 再去问店那家伙 到底是何方神圣 徐凤年走入马车前 对红书文说道 黄南郡有北莽在此扎根 多年的几根暗桩 看你闲着也是闲着 今晚你就去跟咱们的蝶子 一起做事 不过不计你军功 记住一点 你得按照他们的规矩来 如果事后被我知道 你得到你乱杀一切 以后这种好事 就别想掺和了 红书文使劲点头 眼神炙热 舔了舔嘴角 笑脸甚人 郭复峰独自坐在屋内火盆前 也不觉得被人轻视冷落 还有打量屋内装饰的贤情雅致 若是这点城府心胸都没有 他如何能让北梁道上 屈之可数的豪族女子李富珍 都愿意痴情轻心 郭复峰对于自己当下的处境 没有什么不满意 郭复峰自认算无一策 那个大舅子李汉玲 如果一直当个目无法记的顽固 无妨 郭复峰从不是那刻板世子 不介意捏着鼻子 给李汉玲做卫虎作娼的帮衔 如今李汉玲投身边境 更是天大好事 以后李汉玲荣归故里 多半要走五官步步高升的路数 一个家族也要两条腿走路 文官路子 不正好要他这个李家贤婿 去填补空缺 两者相互帮衬 又有才当上 经略使大人每两年的李公德指点提携 李家自然富贵绵延 郭复峰甚至想好了 日后张光遇见那位新凉王的应酬场景 如今瘦一点白眼算什么 而且连李富珍都不知道 已经有两位金略使大人弃重的官员 私下找到郭复峰 就差 没有称兄道弟 郭复峰眯眼望着盆内探火 这次来黄南俊秘密行事 李富珍皮包口捉 还得靠他来为老丈人排忧解难 黄南俊作为金略使大人的龙心之地 不能后院失火 在王府那边落下画饼 郭复峰相信宋年知晓厉害轻重 先前对他不冷不热 也不过是斗篓官威而已 李富珍在他身边坐下 郭复峰见四下无人 轻声说道 怎么劝说宋大人 我自由打算 傅珍你不用担心 还有 按照你的说法 宋小姐喜欢的那名男子 是一位黄南郡内二流帮派子弟 有机会的话 咱们四人一起找个素牙馆子吃顿饭 我虽然不是江湖人士 却也知道不少江湖事迹 不怕跟那人没有话说 李富珍突然问道 傅峰 你不累吗 郭复峰笑着反问道 累 李富珍撇过头 不与他对视 郭复峰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去握住他的手 双手摊放在火盆上 享受着那股暖意 嗓音温暖道 没什么累不累的 为了以后咱们有舒服日子 我就算累些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总有一天 我会让灵州 甚至是北梁道 都记住郭复峰这个名字 李富珍当初为了与他在一起 不惜跟爹娘绝食抗争时 都不觉得累 不知为何 此时听着心仪男子的豪言壮语 反而有些疲倦了 郭复峰柔声道 傅峰 你放心 我迟早会让你爹跟翰林 都认可我的 李富珍点了点头 宋皇梅一手捂着胸口 一手捧着腹部 进屋坐下 李富珍担忧问道 怎么了 宋皇眉神秘密说道 没事 先前咱们不是看到 那几个满身杀气的人物吗 我去亲手试探了一下 你猜怎么着 给他们狠狠食度了一顿 这还不算什么 铁牙遇到的事情才古怪 都没能拔剑出鞘 那火人绝对是高人 李富珍神情慌张问道 你爹知道这件事 宋皇眉摇头道 还没呢 等我没现在这么狼狈了 再去问问看 要不然 我爹肯定要给我禁足一旬半月的 说不定连元宵灯事都去不成 本想继续隐瞒真相的李富珍 抓住宋皇眉的手 脱口而出道 为首那人就是姓徐的 如今的灵州将军 宋皇眉瞠目结舌 然后摇头笑道 不会的 姓徐的哪来的杀气啊 就她 配了北梁刀 也是指绣花枕头 不可能 那人要是徐凤年 本姑娘就是女剑仙了 宋妍站在三人身后 无意间听到这些 破天荒对女儿火冒三丈 怒声道 宋皇眉 好好好 你是女剑仙是吧 你给我老老实实禁足一年 敢出门 就打断你的腿 这回爹说道做道 宋皇眉缩了缩脖子 小声问道 爹 真是那姓徐的啊 宋妍立声道 什么姓徐的 是世子殿下 宋皇眉头一次看到 他爹这么板气脸训人 被红书文打都没觉得如何委屈 此时委屈的眼眶泪水打转 抽气着赌气嚷道 就是姓徐的 他就算站在我面前 我一样喊他姓徐的 他一个不学无数的二世祖 如果不是投了个好胎 跟着大将军姓徐 他徐凤年算什么东西 门外宋府管事 恨不得挖个地洞钻下去 咽了咽口水 脖子僵硬扭转 望向身边去而复返的姓徐的 不知道怎么替自己小姐去亡羊补牢 宋妍看到女儿猛然止住了哭声 意识到身后的变故 转过身之后 饶势历经浣海风浪的太守大人 也是心死如灰 第107章 阴损油业 李富珍闭上眼睛 好像不敢去面对宋家的灭顶之灾 徐凤年神情平静 看不出喜怒哀乐 对宋妍说道 宋大人 有些事情要与你商量 说完徐凤年就转身走下台阶 宋妍先前 对宋皇梅发了一通火气 大难临头 反而对祸从口出的女儿 悄悄压了压手 竭力挤出一个笑脸 示意她不要惊慌 转身跨过门槛 宋妍常呼出一口气 有些冷意 快步跟上那位灵州将军 宋妍久居高位 对于城府的认知 比起寻常衣食无忧的老百姓 还深许多 许多高粮子弟 其实并非 也尽是些欺男霸女的恶徒 平日里迎来宋王 对上 跟宋妍这些手握实权的官员打交道 也相当温良恭俭让 对下 也颇有御人数 故作高深 言行阴阳怪气 让人忌惮 但这种城府 在宋妍看来 算不得什么境界 不为利害所动 不为事故所疑 遇事不论大小 都可以尽心尽弃 才是真的城府 宋妍怕 就怕徐凤年是前者 顺风顺水时 很好说话 跟人做买卖也算公道 但稍有不合己意 就要露出獠牙 不把人当人看 宋妍不觉得 一个黄南郡太守 就能让家北梁的世子殿下 一怒之下 做事会所有顾忌 徐凤年放慢脚步 跟宋妍并肩行 轻声打句道 以前你骂徐霄 现在你女儿骂我 宋家跟徐家有仇 宋妍有些尴尬 徐凤年笑道 我这趟回来 是想跟你说一声 先前你女儿 跟一个婢女阻拦我出府 吃了点苦头 这件事里亏在宋家 不过我怕女子 记仇起来就不讲理 胡乱碎嘴 让太守大人 对我心怀怨言 觉得有必要回来说清楚 不过如果警示这件事情 我其实也懒得 反身小题大做 主要是黄南郡 有几处北蒙 隐藏多年的贼窝 这次大量世子富粮 夹杂有许多 伪装生辰的蝶子死士 甚至一些 原本扎根中原的 北蒙蝶子 也开始趁机渗入北梁 晚上会有人 清理一下黄南郡 我明早就走 所以觉得 需要先跟你说一声 省得你到时候手忙脚乱 我回府的时候 看到野员楼那边 开始班书了 宋言不敢跟身边年轻人 结下那隔夜愁 顾不得尊卑礼仪 直接问道 殿下当真不会 脑目小女的无礼 徐凤年反问道 在自己家里骂人几句 总好过那些 灵州背后捅刀子的人 我对后者尚且可以忍耐 到现在都没有动手 你担心什么 你要真的愧疚 就再多送我 五百本野员楼藏书 宋言叹息道 是下官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徐凤年自嘲道 我算奶门子的君子 你们啊 一招被蛇咬 十年趴紧绳而已 凭我在北梁 劣迹斑斑的名声 宋言猛然转头 看到金略使大人的女儿 匆匆跑来 停下脚步望向他们 没有要走的意图 徐凤年犹豫了一下 轻声道 宋大人 我跟李小姐说几句话 你去后门稍等片刻 宋言点了点头 快步离开 李富珍没有再走进一步 冷着脸问道 你要对宋家做什么 徐凤年不跟他拐外抹脚 说道 你其实是想问我 打算对宋黄梅做什么吧 放心 李富珍打断徐凤年的话语 冷笑道 你相信我真能放心 徐凤年平静道 李富珍 如果没有记错 我从不欠你什么 李富珍咬牙说道 如果汉林在边境上 有个三长两短 我会恨你一辈子 徐凤年转身离去 结果又给那宋黄梅拦下 不过习见女子 这次吃一欠掌医智 妾声声说道 殿下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别为难我爹 徐凤年伸手使劲捏了捏他的脸颊 你骂了我 我开了油 就当扯平了 宋黄梅待至当场 很久以后才黄魂 蹦跳起来 奔向李富珍 向支圈叽叽喳喳 富珍姐姐 你瞧见没 这殿下真的有杀气 他轻薄我 我刚才都没敢动弹 换成一般的灯徒子 早就给我一剑剁掉狗爪子了 姐姐你是不知道 他身边两名护从都很厉害 我就说嘛 男子配梁刀才算英武帅气 哎 我现在觉得那些传言 多半是真的了 富珍姐姐 你不惜我不练剑 不知道江湖之人 有个胆粗意气足的说法 这个世子殿下 绝对是一位高手 就是不知道 能否遇见飞行出生赤雷 徐凤年来到府邸后门 宋颜亲身问道 晚上清扫黄南郡 可需要下官做什么 徐凤年摇头道 不用 宋颜道 殿下若是不嫌弃这座宅子 死气沉沉 不妨住下 徐凤年笑道 怕我暴毙在黄南郡 被揭穿心事的宋颜哈哈一笑 徐凤年没有让宋颜送出门 坐入马车 悄然驶出巷龙 徐掩兵驾车来到一栋 位于郡城西南角落的私宅 徐凤年推门入 小院狭窄 冰凉地板上 密密麻麻跪了二十余人 徐凤年实质交叉 心中自嘲 总算有点世子殿下的感觉了 说了句起身 这二十几位穿着迥衣 有豪身富甲的锦衣雕球 有乡野村民的粗麻不一 竟然还有人选有之客 与官员功夫相配的玉佩 徐凤年走过去扯下玉佩 官还不小 是正九品下的上线主部 顺手牵羊了后 没有急于还给他玉佩 为首一人 是卫相貌平平的妇人 才站起身 就又跪下去 带着不由自主的颤音 小心翼翼抠着字眼 缓缓禀报军情 启禀殿下 据查时 黄南郡城藏有三处 北莽蝶子巢穴 其中两处 已是经营十年以上 按照楚将军的布置 一波王府有损 将在深时进入黄南郡 另一波由奴守出身的 北梁英氏 将在有时一刻到达 殿下只需一声令下 属下就可将这三颗毒瘤 连根拔去 北梁蝶子成员鱼龙混杂 但真正负责清理门户的 都算在有损之列 这头 有损负责巡查北梁 以北梁王府豢养的江湖高手居多 旅前唐淑修等人 以及后来截杀皇子赵凯的那一批 都是这类以杀人换取武学秘籍 和荣华富贵的死士 还有一些是在黎阳犯尽死罪 不得不依附北梁 寻求一线生机的亡命之徒 不过当下北梁谍报一分为二 从楚禄山手上 划走一半权柄 落入二郡主徐卫雄手中 徐卫雄懒得花心思 在就有人世上挥霍光阴 直接从北梁军中 调用了将近百人的精锐油弩手 成为英氏 跟油损名义上协同形式 实则也有相互质肘的意味在内 于是 英损共同游业在北梁大地上 责人而逝 至于关外事务 仍是以老蝶子头目楚禄山掌控居多 徐卫雄似乎暂时 也没有染指的意图 徐凤年对于这两块 最为藏污纳独的机构 几乎没有涉足 但大致设置有所耳闻 例如此时院子里的蝶子 大多属于常年折服一地 不准挪窝的甲鱼 还有机尾稍微灵活一些的石鱼 定期定时往返梁州 负责牵线搭桥传递军情 很多甲鱼到老死都不知同伙身份 像今天这次大大咧咧齐聚一堂 极为特殊 等人的时候 才被那绰号黑里的黄南蝶子 头领妇人告知 是上头有位大人物 要来黄南郡亲手布局期望 只不过几乎没有人想到 会是北梁世子利林寒舍 一时间都有些战战兢兢 他们不是那些 只会以讹传额的市井百姓 对于世子殿下的所作所为 按照他们的资历和身份 不同程度的亲眼所见一些秘露 亲耳所闻一些秘识 徐凤年笑道 黑里 站起来说话 本来说好是你的顶头上司 王瞳雀来黄南郡 本世子是临时起义 顶替了王瞳雀的位置 你们别嫌弃 一个门外汉 对你们指手画脚 今晚的行动 本世子也就旁观 不掺和 那位一直负责黄南郡谍报 具体事务的妇人如是重负 站起来 正要客气几句 结果 被世子殿下一手掐住脖子 咔嚓一声 扭断之后 又被笑意不变的世子殿下 随手摔在了一边 徐凤年继续笑道 忘了说一声 王瞳雀之所以没来黄南郡 不是不想来 是来不了 因为他再来的路上 就已经被楚路山的人宰了 这个黑里 跟北莽一名提干大人 没来眼去 有好些年份了 黄南郡从头到尾就烂透 本世子知道除了他 院子里其实还有几人 投靠了北莽朱王 这次咱们兴师动众 原本到最后 死的也就是些不起眼的喽啰 这可不行 院子里剩下众人面面相去 那名已经成为北梁官员的佩玉 甲鱼走出一步 轻轻望向黑里尸体 有些任命的凄凉笑意 还有些吐死胡碑 徐凤年不理睬这个 自己曝露身份的奸细 晾在一边不管 走到台阶上 双手插袖 紧留下那枚玉佩 在袖口外摇摇坠 笑眯眯问道 还有没有 谁想死得痛快一点的 等下被本世子亲手揪出来 可就没黑里这份待遇了 院子死记无声 显然无人响应 世子殿下的好意 徐凤年缓缓爆出三个名字 三人都被红书文迅猛出刀 当场拦腰斩断 徐凤年说道 根据密报 院子里还有个隐藏很深的 北蒙死士 身份不详 不过没关系 黄南郡的谍报机构 本来就要推翻重来 为了省事 也为了不留后患 只能都杀了 黄南郡是北蒙珠网下的大力气 辛苦经营出来的风水宝地 本世子相信那条大鱼 他的性命 比起院子里所有北梁碟子 加起来还值钱 这比买卖 北梁不亏 一位体型臃肿的副甲 竟是身手敏捷的不像话 一个脚尖青彩 就要跃出院墙 被红书文一枚短脊插中后背 尸体重重挂在墙头上 红书文走过去 抓住双腿 拉回院内 他一死 院内还能站着的甲鱼和食鱼 都松了口气 如果这家伙死活不肯露出马脚 非要拉着其余十几人 一起株连冤死 他们也只能伸长脖子被宰杀 否则他们也不敢跟那 杀人不眨眼的北梁狮子反抗 作为甲鱼食鱼 大多有老幼家眷 若是今天死在这里 好歹算是为北梁捐躯 要恨就只能恨那几个北莽蝶子 太过奸划狡诈 但是他们死后 满门老小以后 仍是可以衣食无忧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尘埃落定之时 徐凤年顺着徐远兵的手指指向 盯住一张面孔古板 是个不起眼的中年人 这胖子为了保住你 都愿意为你去死 可见你身份不俗 否则我若是他 就是死也要拉着其余人一起陪葬 你是叫韩商吧 以前在幽州边关上 做成了好几桩大事 算是为北梁立过汉马功劳 这些年跟黑里很不对付 被黑里排挤得多年一事无成 原本你算是院子里 最清白无辜的碟子 不过你知道 你什么时候露出马脚吗 韩商因沉笑了笑 望向徐远兵 早就听说王府藏龙卧虎 但是北梁王身边的地之死士 都出手过 唯独一个叫徐远兵的家伙 一直无所事事 让人无法探究深浅 北莽这边猜测 此人比起枪先王秀的师弟 韩劳山 境界只高不低 如今看来 确实是如此 我分明已经压抑下心跳次数 自认没有半点破绽 不曾想 仍是被看传 可惜这份消息 我是传不出去了 错在这次没想到 是世子殿下清零 而且还有徐远兵随驾而行 不是韩商不想垂死挣扎 而是被徐远兵针对 五道修为不低的韩商 自知根本就是徒劳 韩商眼前一黑 甚至没有见到徐远兵如何出手 就晕厥昏死过去 徐凤年把玉佩丢还给那名官员 笑道 王童雀 黄南俊将功补过了 王童雀接过玉佩 佩在腰上 撕下一张脸皮 院内几人才知道 这家伙就是十几年来 一直坐在黄南俊蝶子第一把胶椅上的王童雀 一个十几年来 妻儿都不曾看到他真面目的男人 他跟随世子殿下一起走入屋中 轻声问道 殿下为何不让卑职继续在暗中潜伏 虽说黄南俊今晚以后就要干净许多 可难保以后不会有无垢积电 徐凤年说道 你不用留在黄南俊了 跟你妻儿道别 然后去幽州 王童雀点了点头 没有任何意义 徐凤年突然说道 我知道你栽培了一个跟脚很干净的徒弟 楚露山对他很器重 你带他去幽州 再卖命几年 历练历练那年轻人 等他接过你的一波 你就别再当蝶子了 跟妻儿团聚 以后改头换面 过过安稳日子 早已经魔力的刀斧加身 不变容颜的王童却愣了 徐凤年笑道 虽然我说放心两个字 大多数人都只会更不放心 但本世子这回 还是希望你能放一次心 北梁以前不亏待功臣 以后也不会 这个男人突然笑道 殿下的好意心领了 可王童却的命剑 早已习惯了跟人勾心斗角 你让卑职突然去养花种草 这实在是比杀了卑职还难受 再说 咱们这一行 不像上马劈甲打仗杀敌 过了年纪就不顶用 越是上了年纪 越是做得得心应手 徐凤年无言以对 王童却破天荒乃言道 殿下 我那才十岁出头的儿子 听了说书先生的讲述 对殿下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小子打小气力就大 就想着 以后能去凤字营做白马一从 徐凤年点头笑道 好 等他到了年龄 我准他去凤字营 王童却压下兴奋之情 低声道 殿下 咱们谋划一下今晚的绞杀 徐凤年摆手道 韩商交给我就行了 其余楚炉山的既定布置都不变 红书文晚上跟你们一起行动 你忙去吧 院子里剩下那些人 还需要你去安抚 王童却应诺一声 轻轻退出屋子 第108章 念来念去都是情 宋府 宋妍主动找到李富珍 一同在府上散步 性子跳脱的宋皇眉 历经波折 就赶出这个眉头 乖乖摘下佩剑学那些刺绣女工去了 宋妍一番斟酌后 缓缓说道 侄女 先说些可能有些乏味的题外话 等叔叔说完 你再回去跟金略使大人说一说 黄南俊为何会改天换地 如今灵州官场遭逢巨变 我宋妍 假使不是金略使的门生 而是那灵州将军的幕僚 设身处地 站在世子殿下的角度看待问题 可有上中下三侧应对 下侧试图以杀人服众 又分上中下三成境界 杀大批虚丽 为下侧下城的昏庸手段 只能让灵州人心彻底涣散 不光是灵州本土大小官吏 觉得这个灵州将军 是草囊犯带 便是看戏的外地世子 也要以为上错轿子架错狼 遇人不输 今日能杀那些捣乱虚丽 明天就能杀他们 朝不保夕 一时间的官位得手 又能算什么 下侧忠诚 是杀掉几个宋延这些有分量的官员 相对好些 因为虚立不是灵州官场动荡的主谋 是被跟宋延差不多级数的官员指使 有文官有武将 都是些根深蒂固的地头蛇 有这帮人暗中受益 灵州才能如此沆瀣一气 至于是杀宋延 还是杀哪一位郡守长官 或者是顺势砍端那位 龙情郡怀化大将军的手足 其实相差都不大 若是虚立胆小怕事 静若寒蝉 灵州官场能有片刻安生 但是此侧仍旧不是长久之计 等灵州将军一走 灵州还是那个灵州 这与王朝治理贪官是一个道理 治标不治本 春风吹野草生 无法斩草除根 下侧上乘的手段很简单 只用杀一个人就行了 李富珍对官场从不感兴趣 不过太守大人娓娓道来 竟是听着也不觉枯燥 但是宋延接下来一句话 让他惊骇得面无人色 那就是杀金掠使大人 杀谁都不如杀你爹 更能够震慑灵州 连北梁到官贤 与北梁都互一样的金掠使都可杀 惹恼了世子殿下 还有谁能逃过一简 况且 金掠使大人为官如何 侄女你肯定心里有数 官场上的过河拆桥 只有更血腥 没有最血腥 李扬文有一门三杰两父子的宋家 无有世代勿守济州边境的寒家 他们比起李大人 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朝廷洞梁清官功臣 以此来说 他们都能死 李大人算是能死上很多次了 说句难听话 李家搜刮了那么多金银 抄家以后 边境将士都能过个有大鱼大肉的好年了 李家名下档铺 就有二三十家 下级不计其数的贿赂 珍奇玩物古董自画 李家左手近 从档铺右手高架售出 更别说 还有两支人数在百人以上的马队 专门用作进行严铁贩运和查马贸易 因此我宋言当初听说 世子殿下 自领灵州将军 第一个念头 就是觉得徐家要着手对付你们李家 甚至派人送去边境一封密信 询问你哥哥李汉玲 是否被软禁起来 我不知 恩师是不是由于灯下黑 还是太过信赖徐李两家的旧情 李富珍终于开口说道 我们家不会落魄至此 宋言笑着说了句古怪言语 这话要是从恩师口中说出 叔叔未必敢信啊 李富珍一脸茫然 宋言继续说道 殿下没有用这下三册 解决灵州困境 出人意料 因为下册之上的上中两册 都很考验火候 稍有不慎 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下场 中册遇人杀人 造势戒势 一样都不能欠缺 上册是他不当什么 亲身社局的灵州将军 利用咱们北梁王的鸡威 对金略使大人 对中洪武 层层施压 再与新入北梁的皇长等人 由底层向上步步推演 一上一下以内以外 最终让家在两头之中的虚利 随波逐流 跟随大士恪守本分 但是 这样的手腕 缜密是缜密了 却只能渐渐攻 少说也要一两年时间 既然殿下不知为何 会选择了比上侧激进 比下侧婉转的中侧 那么 治不在义郡长官的叔叔 就有了机会 除了叔叔自身野心之外 其实有一件事 还需侄女跟李大人说说 需要自污的 不是宋妍 而是恩师本人 宋妍还没有关大到 自污名声羽毛的地步 倒是恩师 是时候自检权柄了 宋妍此时脱离李家门庭 恰逢其时 李富珍亲声道 富珍也不知道 叔叔的言语有几分真假 也不知道这些计谋策略的好坏 只记得爹 私下曾经说过 宋叔叔为官远远不如他 但看待局势远胜于他 只是北梁地小 只能让宋叔叔叔 全是仅用其二 宋妍愕然 许久重重叹息道 恩师之我 李富珍抬头望向远方 问道 宋大人 那世子殿下跟你一样 是聪明人 宋妍大概是心境 投靠了灵州将军 难免就有些唯尊者会 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只是说道 以前不好望字揣夺 如今打过了交道 才清楚一点 北梁自污 莫过于他 既然李富珍喊他宋大人 而非宋叔叔 宋妍也知道 他与恩师一家的情谊 差不多就止不于此 但然道 宋妍最后说一句肺腑之言 那郭福峰是只能供富贵之人 至于能否同患难 是宋妍想多了 李家估计也没有那大厦 倾他的一天 李富珍的脸色不见脑目 轻轻失了个万福 姗姗离去 在那栋黄南郡司宅密室 寒伤已经被剥皮抽筋的七七八八 还是硬气的一言不发 徐凤年伸手到脸盆里洗了洗双手 看着一盆子微微荡漾的浓稠血污 感叹道 真不是谁都能当大碟子的 洪书文毛骨悚然站在旁边 徐衍兵倒是神态自若 洪书文看了眼世子殿下 依旧有些泛红的双手 我再换盆水去 徐凤年点了点头 徐衍兵等洪书文去换水 轻声说道 殿下 如果属下没有看错 是寒雕寺独门的抽丝手法 徐凤年对这位忠心耿耿的长辈 没有藏着掖着 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笑道 韩生轩在神武城被杀掉后 我有旁门手段 用他的脑袋知道一些事情 当初在北盲宰了第五盒 也因此而受益匪浅 不过 我被柳薅试用天象手法 剥离了大黄亭的底子 修为不济 很多手段就算知道怎么用 但就是用不出来 就像一个墨流剑士 即便死鸡硬背了 两袖青蛇的全部招式 力所不歹啊 一品四镜 我已经有过三次尾镜 说不定是四次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似乎也没什么遗憾了 徐衍兵不再说话 洪书文换了一盆清水进来 徐凤年这才彻底洗干净双手 抖了抖水渍 心意所致 七八柄飞剑 一一从寒伤体内掠出 在水盆里打了个水漂线 藏入袖中 这些精致小玩意儿 只要箭胎圆满 就无需内力支撑 因此 徐凤年用起来就四个字 得心应手 徐凤年离开密室 回到屋子 院子里 先前那些被刨除嫌疑的 黄南郡甲鱼十余 都有条不紊 展开隐蔽行动 作耳的作耳 障眼法的障眼法 王童却也不知所踪 别看这次院子里 众人生死一线 其实对一些甲鱼之外的 流动碟子来说 尤其是边关附近的碟子 实在是平常得很 以前幽州有个郡的碟子 夸张到楚路山 不得不亲自 带了六百铁骑去围剿 只因为那十七人 竟然滑稽到 只于一人 不曾站在北莽阵营 其余小半是北莽渗透 一大半是被诱使 或者是被逼迫投靠北莽 楚路山单独走入 面对那十七人 自嘲了一句 很荣幸告诉大家 我加入以后 你们也才只有两个敌人 当然 北莽的南朝 也不见得比北梁好到哪里去 徐凤年搬了条椅子 坐在屋檐下 安静等待有损和英识的到达 按照密报记载 黄南郡两老一新的三个巢穴 分别位于一座道观 一个帮派和一家青楼 春秋大战期间 各国青楼 无疑是蝶子扎堆的地方 很没有新意 以至于楚路山 当年执掌谍报后 满脸不屑 说是十座青楼里 各抓一名当红花魁 肯定有两三个是蝶子 春秋战事尾期 就已经少有傻瓜干这一行 一来女子身份的精锐蝶子 很难培养 又要兼顾姿色出众 那就更难了 妻女丁梢的痕景 稍有嫌疑 循着蛛丝马迹 那就是 宁可错杀 不可错放 不过如今硝烟散去 女蝶子又开始逐渐 藏身于青楼 只是数量仍然不多而已 徐凤年靠着椅背 坐在屋檐下 慢悠悠想起了敦煌城 也想起了五妹娘 相比江南 北梁入夜很晚 徐凤年抬头看着 静静安详的暮色 那些因为有寒伤 有黑理庇护 所以仍然不知 大难临头的北莽蝶子 还能多活上几个时辰 传来一串 暗藏机巧的扣门声响 负责打杂的红书纹 去打开院门 徐凤年望去 笑了笑 见着熟人了 那人见到柿子殿下 也是满脸由衷的惊喜 徐凤年知道 她叫任山雨 一个惯用一双 鲜花板斧的童年女子 三十来岁 还有着少女脸蛋 尤为难得的是 胸脯风情十分豪迈 在神武城 她曾经差一点死在人猫手上 在号称那个陆地神仙之下 寒无敌的人猫面前 确实谁都可能说死就死 徐凤年笑着 让扑通跪地的女子站起身 柔声道 任山雨 这次是由你带领四十英士 进入黄南郡 那可算是升官了 恭喜啊 被世子殿下 说出名字的人山雨 灿烂一笑 露出一对 与她年龄不符的 俏皮小虎鸭 很难想象 这么个惹人遐想的小女人 用大幅砍人 如砍瓜切菜后 会拿斧头 直接在胸脯擦干净血迹 她娇羞说道 回禀殿下 是那个与奴婢 一起在神武城出现过的 王林带队 奴婢就是 先行探路的小卒子 跟军中斥后差不多 有损那边 已经跟王同雀接头 王林他们 还是在有失一刻 准时入城 徐凤年点了点头 让洪淑文 给这位女子搬了条椅子 她好似得了 不敢奢望的天大赏赐 满脸交织着惊喜和忐忑 轻轻坐下 却只敢把半片屁股袋 搁在椅子上 徐凤年笑问道 才当了芝麻小官 跟你功劳可不符合 要不我帮你说一声 曾经在金字山落草为寇后 杀人如麻的女子 坐立不安 耳垂已经红透 竭力平稳心绪 不让胸脯颤抖得太过厉害 一脸郑重气势说道 奴婢自幼便是冬月剑户出身 如果不是北梁在奴婢九岁那年收纳 做了一元碟子 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奴婢也笨 有过两次遗物军机 要是在别的地方 早就该抹脖子 自杀谢罪 能活着就很知足了 徐凤年手肘抵在椅子扶手上 拖着塞帮笑道 没想到陆球 还剩下点人情味 听到世子殿下 对北梁所有碟子 敬若神明的楚将军直言评点 任山宇以为闯下颇天大祸 吓得就要站起身重新跪下 徐凤年另外一只手 往下虚暗了 我就随口一说 别紧张 任山宇屁股落在椅子上 愈发不敢说话 任山宇壮着胆子 偷偷看了眼徐凤年 只见世子殿下眯起眼 笑脸醉人 他双手攥紧衣角 满脸汗水流淌 有句言语如梗在喉 徐凤年无奈道 有话就说 任山宇一咬牙 低头如如懦懦道 殿下 奴婢这辈子就一个心愿 徐凤年转头看着这个女子 好奇道 说说看 他抬起头 说完那句话后 就瘫软在椅子上 这回屁股总算是 好不容易坐结实了椅子 红书文想笑又不敢笑 憋得难受 红横子对这娘们 有些打心眼佩服了 竟敢调戏咱们世子殿下 他的愿望 竟是这辈子死前 一定要世子殿下 亲手摸一摸他的胸脱 还说 这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 然后红书文不知怎的 看着那女子 坚毅清澈的眼神 他就有些说不清 道不明的感伤 徐凤年探身伸手 只是替他理了理 并搅青丝 然后徐凤年缩回手 妄想前往 自言自语说道 这次来黄南郡的路上 我一直想 在灵州这么做事 绕来绕去 跟那些只讲规矩 不讲理的人 我既讲规矩 又讲理还念情 到底值不值当 不过现在明白了 忘了娇羞的女子 显然没能明白 世子殿下在说什么 徐凤年嘴角翘起 不用摸 我也知道 你那儿狠 停顿许久 世子殿下终于吐出两字 壮观 第109章 酌情 入夜之后 红书文兴致勃勃 跟随王瞳雀一起去捞网捕鱼 另外两名凤子 淫留在院子 徐凤年离开院子 只带了徐远兵 和乔装打扮 年成书童的忽颜观音 来到一个能让道德君子 既吐口水 也咽口水的地方 妓院 恰好跟黄南郡 收往那座青楼巷子相邻 灵州复述 侠继成风 以至于许多商骨 重金供养的菩萨天女 也都一个个体态风鱼 故盼流连 许多僧人和尚 看了雕塑壁画后 都纷纷感慨 人心不古 走在灯火通明之粉 浓郁的烟花巷龙 多是置满一跤的雕球豪客 忽颜观音 跟在徐凤年身后 生怕跟丢了 徐远兵不论何种境地 都是古井不波的心境 恐怕他正到过天门的时候 也这副德行 作为北凉昔日的顽固领袖 徐凤年对这种活迹熟门熟路 挑了座灯火 最为辉煌的陶塞楼 绣楼高三层 灯笼高挂 也不似邻居纪院那般 驱使几位农庄艳母的女子 出门招来生意 架子极大 徐凤年大手一挥 丢了块银子 给门口应付上下八栋神仙的纪院 憋腿 银子都无需掂量轻重 瞬间就滑入袖子 这个年轻人 笑脸立马殷勤起来 这类货色都不简单 眼力好口舌巧身体壮 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心中敲定来了几位 可以一致千斤的贵客 立即高高吆喝了一声 实则给老宝递了暗话 果不其然 楼内很快姗姗 走出一名女子 不过相比大多数 青楼老宝的徐娘伴老 这女子年纪轻轻 徐凤年火眼金睛 看出她是纪院老板的女儿 俗称小长班 她见着徐凤年 神采奕奕 乖巧一威上去 徐凤年没有趁势开游 双指撵出一张银票 丢入女子大红丝卷 抹胸之间的那倒白嫩沟壑 微笑着说了句 要两位会淡娶的青官 不要什么花魁 小长班心情大好 做她这行 最怕遇上两种王八蛋 一种是家底不上不下 既没有富甲一方 但也撑得起 一寻半月的敬情欢愉 半桶水 一到青楼就开始显白 恨不得把楼内 所有姑娘都买下 还有一种 就是钱囊不古 却是算不上 全是滔天的官府公子 仗着家事白吃白喝不说 还喜欢惹是生非 到头来摆不平麻烦 只会给青楼脸色看 眼前这位头发灰白的公子哥 就很让人暖心 出手阔绰 而且时趣 因为开销起青官好营 其实不比那些 台柱子花魁少多少 而且还能给青官增添人气 若是个小有名声的诗人书生 跟姑娘们诗词惆怅几回 这些青官 也就真的出人头地了 不用徐凤年多说 就请到了三楼雅屋 登楼时候 身段恶魔的小长班 那水蛇腰枝 扭得比往长腰卖力许多 在她想来 若是这位俊雅公子 提及要她做陪 便是出价低些 也不无不可 北梁的汉子 多数健壮粗利 如她这般 跟江南豪华世子式的模样和气态 到最后做那活 也该是她占的便宜才对啊 那公子到了三楼 要了间凌街的屋子 她善意提醒这边会稍险嘈杂 不过她一笑置之 小长班也就乐得顺水推舟 客人愿意花冤枉钱 她总不能哭着喊着去阻拦 推门而入 屋子里本就有一位 妙龄青官后着生意临门 有一双单缝毛子的公子哥 在她出门去喊来另外一位钱 扯住她的袖口 不动声色 让她夹住一张银票 笑眯眯说 骑律找驴算怎么回事 小长班眼眸跳过一抹雀远 明知故问 焦低低条笑着问那公子 什么驴找驴来着 可那公子点到极止 就是不说出其那个字眼 小小撩挠了次她的心肝 不过 这类小小连衣 来去的匆忙 肯定要比许多银枪辣杆头的家伙们 脱裤子穿裤子快多了 徐凤年没有落座 徐远兵出乌眼上门 就站在门口闭目凝神 忽颜观音后背 几乎就要靠在墙上 带了顶硕大雕帽的她 死死盯着自己的靴子 小长班眼光毒辣 岂会认不出这是位女子 北梁立来风气开放 女子不光骑马晚宫狩猎 是行家离手 一些胆子大的豪放女子 不但会出钱 邀请花魁入府谈唱 还敢亲自来青楼逛挡 一些个嗜好独特馋嘴女子的豪家女 大些的青楼 也都早已见怪不怪 陶塞楼一位略微年老色衰的花魁 隔三差五 就会被灵州一位寡妇请去摸镜子 每回反身 也是照样荣光泛发 小长班私下问起滋味如何 花魁打以极妙二字 然后就一切尽在不言中 差点让小长班都春心蠢蠢而动 想去试一试 可惜花魁说那高不可攀的寡妇 喜好同她一般岁数的妇人 小长班这才欣欣然作罢 趁着那名修长俊逸的公子哥 欣赏一枚差有几只辣眉的青丸胆瓶 小长班自曝花名草俊 别说在妓院 是一个哥在哪 都算很稀罕的粗俗称呼 以及介绍那位与他关系较好的青官 叫雪衣 屋内嫁一竹笼 内有鹦鹉 雨白如雪 徐凤年在草俊说话时 摸过了胆瓶瓶口 然后一直歪着脑袋 手指轻敲那词 如同天青雨过的蜜青色瓶身 不但让草俊觉得趣味盎然 便是那个显然还不熟忍 见多了满身酒气的操汉 见多了一身软绵绵烂肉 雀色咪咪的糟老头 甚至还有不少开门时 温文雅尔关门时 急不可耐的读书人 这么个掩门后 还有耐心 跟一只剑家胆瓶过意不去的公子哥 很能让他们逗乐 忽颜观音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勾起了些雕貌 看到他并没有做出 那不知该说是风流 还是下流的够当 闷闷不乐的他 虽然鼻音轻哼了一声 可兴侵略微好过一点 一进门就对这只瓶子 目不转睛的徐凤年 呼出一口气 对屋内三名女子眨了眨眼睛 然后在纤细瓶泊和圆润瓶身 各自敲了一下 对草针笑道 听听 一中一庆 仔细分辨 就听出来声响惊味分明 是冬月黄窑出产的胆瓶 别说整只瓶子 就是指甲大小的碎片 也昂贵过黄金美玉 之所以如此价值连城 除了此窑出产的瓷器十分稀少 再就是这中庆之音了 因为张胜人作 乐书 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君子听忠声 则思福威武臣 听庆声则思风疆之臣 草针哪里肯兴什么 东越黄氏的官窑胆平 也不知晓什么文州州的君子中庆 只当他是附庸风雅 炫耀学识的男子 抛了一记魅眼 娇笑道 公子 你这是逛窑子来了 还是敲窑萍来了 你要是想要 尽管拿去 草针要是皱一下眉头 回头公子 来逃塞楼 草针跟雪衣自见枕西不说 还刺刺倒贴公子银子 徐凤年笑着摇摇头 掏出所有银票 裹成一团 都轻轻丢入另外一只花瓶囊中 信不信有你 反正身上就带了这么多银两 带走瓶子 良心上也过得去了 草针这才猛然瞪眼道 公子 没开玩笑 徐凤年坐下 笑问道 反悔了 草针片刻犹豫 随其爽朗笑道 反悔什么 若是公子不说 时时早要被笨手笨脚丫头 打碎了 也就一股脑拿波及倒到大街上去 指不定还有人闲爱脚 不过公子 既然已经身无分文 草针今晚也不多要一颗铜钱了 但是公子要答应 以后要常来逃塞楼 光顾我的雪衣妹妹 行吗 说到最后 草针已经黏糊在徐凤年身上 两人同坐一张椅子 他坐椅子他坐腿 两不耽误 草针身材曼妙 那丰满两半巧妙研磨 翘脸上净是妹意 徐凤年拍拍他腿 不伤感情地示意他起身 眯眼笑道 我不是灵州人 以后很难再来逃塞楼了 不过 我有几个朋友在灵州混得不错 要是逃塞楼想开去郡城 或是在黄南郡遇上了小麻烦 我可以让他们帮忙说几句话 当然 先前我说 慈平价值千金 你不信 这回你也可以不信 草针起身后 顾不得什么故作矜持的脸面 只怕过了这村就没这店 赶紧小心翼翼问道 公子在灵州郡城认识的朋友 草针可不敢奢望高攀 也不敢叨扰那 不过敢问黄南郡的世家子 是哪一位 咱们陶塞楼 可是一百个一千个愿意 把他老人家当菩萨供奉起来 徐凤年眼角于光瞥了眼窗口 陶塞楼 只比那栋灵街灵州最大的青楼 绿挨几分 从这边望去 一目了然 先前那只瓷瓶 落到了石货人手里 没有两三千两 根本别想拿下来 徐凤年对于做买卖能赚不亏 不管是大买卖 赚得盆满钵满 还是小买卖 赚得可怜兮兮的几文钱 都会有好心情 已经有好几年没有逛青楼 再说 风花雪月了那么多年 只有荒诞不经败家的份 赚银子 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是个好兆头 这让徐凤年对于草针那点钻银心机 也没有什么恶感 在脑子里筛选了一遍 知道以陶塞楼小长般的眼界 恰巧夹在黄南郡的灵州 墨流纹库 别说徐凤年一个都不认识 就算说出几个 也只能被他笑话 可上得了台面的 自幼在黄南郡长大的 恶少李翰林 当年也敢没带几个 去他面前丢人现眼 寥寥带去梁州几个 都比女子还水灵妖娆 都是李大公子的就相好 这让徐凤年有些左右为难 难道只能搬出宋年宋大人了 不过要是这样 传出去也挺有趣 相信 即使万一传到了宋太守耳朵里 才忍住给宋岩泊一大盆脏水的冲动 因为无意中 记起了一个李翰林的仇家 当年纳斯被李翰林 这个丰州头号恶少 收拾得无比凄凉 黎阳射到之后 丰州兼并入灵州 李家搬去了灵州州城 那个苟延残喘的顽固 总算有了一线生机 虽说他爹的关阶 始终被金略使压得死死的 但好歹 不用成天提心吊胆 尤其是李翰林从军以后 整个人脱胎换骨 对这些沉枝麻烂骨子的 旧账旧仇都根本不去理会 纳斯对于当年遭遇的惨况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逢人就说 老子当年跟李翰林李彪 常大打出手过 从北边紫雕街 一路打到南边缩伊街 你们敢吗 也许李家当搬去灵州那会儿 还有人敢较劲几句 等李翰林在边境上时 打时砍下一大船蛮子头颅 彻底没谁敢有这份胆破了 徐凤年当年到黄南郡 跟李翰林兄弟几个一起踏春 勉强算是 见过那可怜虫一面 都没有打过招呼 也不知道那家伙 对自己还有没有记性 于是徐凤年笑道 黄南郡公曹王大人的公子 王云书 跟我有些交情 说出这个名字 不仅草镇眼神变幻 那个远不如小掌般 深安人情事故的清官雪衣 也有些忌惮畏惧 无他 这王大公子 在黄南郡委时是太过跋扈 可谓人人如雷惯耳 经略使得公子那山大王一走 王云书就猴子称大王 那叫一个横行霸道 他爹作为宜郡曹 辅佐太守宋妍 主管玄署功劳 也就掌握了官员升迁命脉 可谓手握生杀大权 而且 王家自诩的文武兼备 也却有几分实情 王公曹有一名年龄 相差无几的义子 不知是王家打点到位运作得体 还是那人真在边境上 走了狗屎运 回到黄南郡 就当上了长兵四百的都尉 如此一来 一些个武馆伶俐的帮派大佬 见着了王大公子 都得人前称兄道弟 人后姚维起怜 还有陶塞楼草镇之所以如此上心 主要是王公子 是他们楼内的天字号大恩客 黄南郡邻间那座柴飞院 曾经惹恼过王公子 如果不是柴飞院 跟金瑞史大人的一门亲戚 又送女子又送银子 早就给王公子带人拆掉 那以后 王公子就经常来陶塞楼 豪至经营 巧的是 王云书今晚就在陶塞楼 独占两位花魁 在同一层楼神仙快活 不过隔了有些距离 毕竟小掌班草镇教好的清官雪衣 在陶塞楼地位不高 草镇也算难得存了一份善心 只将一些看得顺眼的客人 领进这间屋子 就怕委屈了雪衣 这在不知情义二字为何物的清楼 算是罕见的温情了 更多是那些不愿出局 就被强行破包的可怜厨迹 更多是那些满身瘀青 仍要强颜欢笑的女子 草镇对于雪衣之外的陶塞楼女子 也一样心狠手辣不输别人 不这样做 哪怕他是小掌班 也站不稳脚跟 草镇走出一步又退回 丢了个眼色的雪衣 那清官开始抚情 草镇这才微笑道 巧了 王大公子就在一楼 莫不是他 是在公子 草镇心里 已经将眼前公子哥 当成了信口雌黄 只要他若说一句不是 随意找个借口 草镇也就不去刨根问底 大冬天的来陶塞楼寻欢鱼 何必闹得下不了台阶 否则草镇起初 都有寻个说法 出门去请来王云书 来验证身份的促侠想法 不过如此一来 害人不利己 王云书过来之后 将眼前公子一顿棒杀出楼 罪魁祸首的草镇 也讨不到半点好处 何苦来栽 只见那公子走到窗口 携矣着窗栏 出乎草镇和雪衣意料 嗓音暖洋洋说道 正好 劳烦草镇姑娘去说一声 就说灵州周城 有他就有 到了你们逃塞楼 草镇笑眯力问道 公子 草镇媚眼如丝 亏得公子是读书人 还喜欢这等不雅姿势力 一直悄悄竖起耳朵的忽颜观音 一开始只觉得莫名其妙 等回过外后 狠狠妄向那家伙 遭受一场无望之灾的徐凤年 干脆转头 妄向那座依旧歌舞升平的柴飞院 草镇见他不似玩笑 迅速权衡立毙后 还是鼓起胆量 出门去劳驾那位性格乖利的王大公子 徐凤年在安静 等待那座柴飞院的动荡 因为他心中并不是十分笃定 北梁蝶子可以大功告捷 然后轻轻松松地全身而退 韩商这个意外之喜 对当下赶赴黄南俊展开围剿的 有损因事而言 却很有可能 就是个需要很多条性命去填补的坏事 北梁是北梁 死士是死士 不一定时时事事挂钩 因为韩商的身份暴露 并不在预料之中 有他这种重要人员参与 黄南俊十有八九 会有一两个实力卓绝的 北梁死士来作证 蝶子之间不见太多硝烟的血腥战士 占据主动的那一方 赢就赢在可以有地方时 一物降一物 算计越精准越好 假若你有三瓶武夫在场 那我就派遣二瓶小宗师来给你过招 你有一名小宗师高手 那我就派遣两名小宗师 你有三位 那我就干脆不惜惊动一瓶金刚劲来给你玩 江湖难混 在于江湖那些越是顶尖的高手 不一定越逍遥 尤其是掺和道观伦为鹰犬狗腿的高手 越是不得不去爱惜羽毛 因为永远不知道 下一次生死之战 敌人会不会是同一境界的死敌 甚至是高出一个境界的高手 这些个站在敌对阵营的高手 哪怕被誉为凤毛麟角的超然人物 可一旦被你遇上 一次就够了 几十年心情休息 几十年武道砥砺 任你生前叱咤江湖 一样是万事皆休的下场 当然 蝶子交锋更多是一些类似 王瞳雀和寒伤的爬升 靠演技 靠应变 还需要靠运气 徐凤年听着悠扬情声 转头看着 总算愿意走进自己的忽颜观音 他仰起头 轻声问道 院子里 那个任姐姐 喜欢你 徐凤年哑然失笑 柔声道 他喜欢的是一个不当真败序其中的下一位北梁王 否则他从九岁起 就给北梁卖名 会觉得自己很不值 不过说实话 如果上次在神武城见过我后 发现是个猪头菲尔的丑八怪 那么今天在院子里重逢 肯定也不会跟我说出口他的那个愿望 忽颜观音抬了抬下巴 眼神犹疑 那你怎么不满足那位姐姐的愿望 不是举手之劳吗 再来黄南郡路上 隔着一层薄薄绸缎 举手之劳了 足足衣柱香的徐凤年满脸笑意 没得到答案 但比得到答案 还要心情轻快一些的他 板着脸转过身 偷偷一笑 徐凤年转头望向那座青楼 心中说道 死事连念想都没了 只会死得更快 他之所以没有参与其中 不光是他不愿太过插足蝶子系统 更重要是他跟徐掩斌太早出手 导致绞杀太过顺利 一些深藏泥塘底部的老王八 可能宁愿看着徒子徒孙相继赴死 也会憋在泥泥中 不愿冒冒失失上岸 很多原本可以简单处置的事情 往往因为他是徐凤年 就会变得很复杂 不得不去步步为音 徐凤年听着逐渐搏杂起来的琴音 他的执法不够娴熟 是一个次要原因 还在于这架心情虽说勉强取巧 既然无法去山岳高峰取其良才 便用了老沙木房梁做情深 这是许多贫寒情世的无奈之举 这不是问题所在 很多新手 甚至是一生静宁情记的老手 都不曾醒悟情妇 未必以公整平滑为妙 能操情者未必能酌情 能酌情者则必善操情 徐凤年年少时 不知剖开多少架骨情名情 发现这些大小曹妇 非一旦不如情谱所转那般光滑如镜 反而错纵粗糙不堪 行似久夜 有徐衍兵在屋外 不担心柴飞院有动静而不知 既然草镇还没请来王大公子 徐凤年闲来无事 就走向那雪衣 让他起身 在这名青官 一脸匪夷所思的凝视下 很干脆利落地剖情剑腹 悄然秀出一飞剑 帮他酌情一二 笑道 弄坏了情 我回头帮你买新的 这些银子还是有的 其实好的情 在于生育出而不得出 说得低俗一些 就如同女子托衣诱人 将托又为拳托之计 总是最让男子遐想连篇 甚无余物时 还是不说这个比喻了 大杀风景 我当下能做得十分有限 不过一些道理 以后你寻人帮忙着擒时 可以说给他听 雪衣听着 这位清雅公子 仿佛没个尽头的温纯念叨 一开始他 还能一字一字记下 后来忍不住放开胆子笑问道 公子 你真是来逃塞楼买醉的吗 徐凤年没有抬头 取笑道 你们从头到尾 也没给我滴酒啊 茶水倒是有 就算一茶壶都灌进肚子 可那也喝不醉人 忽颜观音来到竹志鸟笼前 朝那只鹦鹉 做了个鬼脸 雪衣就要去拿酒 徐凤年摇头道 不用了 然后雪衣 看到这位小心翼翼酌情的公子 正正入神 徐凤年猛然站起身 然后又坐下 痴痴望着 那架被他亲手所拙的破情 收回视线 闭上眼睛 一根手指轻敲眉心 轻声嘀喃 其实是在不断重复一句话 勿有不平则鸣 雪衣只当这位公子 是酌情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 那公子仍是自言自语 不过零零碎碎 加上他也担惊受怕 就有些听不真切了 寻平叔叔曾说 天地之间有浩然 我也曾恍恍惚惚 逍遥游天地间 徐凤年伸手试图去抓住些什么 随后便坐手指凌空 纵横勾画 杂乱无章 雪衣离他更远了 屋外 徐衍兵默然睁开眼睛 如灵大敌 至于更远那边 草镇几乎觉得自己是冒死 敲响了王云书的房门 里头欢声笑语 疑你的狠 屋外一大波护从 有王公子那位 都尉义兄的佩刀假释 也有黄南俊 几大帮派里的高手的敌传弟子 看他这位小长般的眼神 可都跟正经不沾边 果不其然 房门没开 只传来王云书的骂骂咧咧 扬言胆胆坏了 他王大公子的雅兴 难得打断腿脚拖出去喂狗 女的 就打赏给他手下十几票兄弟 都痛快为止 吓得草镇这种年纪不大 却江湖很老的女子 都有些嗓音发颤 也不敢推门 战战兢兢说道 王公子 我是草镇哪 有事禀告 咱们陶塞楼刚来了一位 灵州州城年轻人 喝过了些小酒 然后自称是王公子的旧友 也不知真假 草镇斗胆来跟王公子智慧一声 就怕万一真是王公子的朋友 说是喝酒 他心中哀叹 那位公子 草镇仁至义尽 也只能帮你圆场到这一步了 屋内夹杂着某处肥肉 颤颤独有的清脆声响 王大公子一边喘息 一边怒骂道 让那家伙趁早滚蛋 再来烦老子 老子就让你跟他去逃塞楼外 当街还好 草镇再没有一丝侥幸 按骂自己鬼迷心窍 巴不得王云书不去雪衣那间屋子 为非作歹 当即致歉一声 就要离开 屋内不堪入耳的造杂骤然停顿 等一下 是灵州周成来的 草镇悄悄苦脸 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光 哪怕屋内王云书见不着 仍是乖乖几处笑脸道 对的是灵州 王公子英明 相貌如何 尚可 鬼你娘的 再跟老子打马虎眼 信不信让你滚进来 去马桶那边端一晚上 试得挺英俊的年轻人 有没有带大帮护从 没呢 就只带了一个 远不如王公子有气势 差远了 一个 对 一个就对了 你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娘们 懂个屁的气势 等着 老子这就跟你去看一看 屋内嬉嬉舒舒的穿衣声响 让草镇寂静绝望 陶塞楼访东南明居 又访苗江筒子楼 中设一口天井 不做任何遮掩 下那凉冬赏雪 独到匠心 不过楼内屋子对开 一般分内外两屋 雪衣那间 就是面临街市 像王云书这种 合二为一 相对宽敞许多 没有内外之分 屋内装饰更是极尽豪舍 大小物件都价格不菲 远不是青官雪衣那边可以媲美 王云书之所以让陶塞楼当作财神爷 源于他有个畸形体好 跟花魁之外一些姿色稍差的女子雨水之欢 喜欢拖拽着他们 去里边窗栏 趴翘着乌山行雨 能让许多同一楼层的客人大饱眼福 美其名曰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所以 每逢王公子来陶塞楼 又没有点花魁接客 那么总会有许多男子 闻讯匆匆赶来 即便不能雨露均沾 也能犒劳犒劳眼睛 显然今天对面同一楼层的家伙们 都没能一饱眼福 好在王云书私下曾说 哪天等他老子当上了黄南郡太守 一定要让两位花魁都去窗栏乖乖翘起 让所有人都乐一乐 这就叫普天同庆 房门打开 一位跟楼内小长般关系恶劣的花魁满脸春意 轻轻斜撇了一眼草震 那是只有女子之间 闭上胡球的王大公子走去步履为奸 王云书一脚踹在草镇小腿上 是瘸了 还是给人使唤的腿软了 赶紧的耽误了老子大事 你就等着 老子可不管你是不是红大娘的女儿 嘿嘿 如果谎报军情 那就更别提了 在军武里就是一个斩立绝 反正你们这些浑身没一个地方干净的娘们 早就该丢河里进猪龙了 老子跟你们这些婊子 怜香惜玉个屁 草镇咬了咬嘴唇 然后就是笑 也不知道笑给谁看 王云书带着那帮恶仆户从浩浩荡荡 前往草镇所说的灵州就有那边 在黄南郡 就是天王老子的年轻顽固 眉宇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 那家伙千万别跟姓林的 有半颗铜钱关系才好 万一真给占清待故了 就算是个小喽啰 他王云书打势 万万不敢打的 说不定还只能乖乖奋为上兵 这可不是王云书好说话 没辙呀 在富饶的灵州 王云书几乎所有官家子弟 和姜种子孙都不怕 屈指可数那一小撮 顶多也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唯独就怕那么一个 比家事 人家老爹是正二品 别说灵州 整个铁骑甲天下的北梁 也就大将军跟新任北梁 都互处大魔头 可以压一头 自家老爹 差了好几个台阶 比身手 一百个王云书 都揍不过人家一个 比军功 连脸皮厚如王云书 也没好意思比这个 王云书只要一想到那心里的 就越发心情慧暗 当他看到屋外环比尔利的魁梧男子 王云书下意识停下脚步 不敢向前 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 比他都为一胸 偶尔动了真火时 更可怕的气息 那是一种如猫欲虎的强烈危机感 王云书跋扈蛮横不假 可不是真的蠢到不可救药 要知道在灵州以外 那个比信里的还要生猛的 北梁读一份公子歌 有关高梁子弟的生存之道 说过几条 很是让他们人人信奉的金科玉律 比如咱们丸裤出来混 想要混得滋润长久 靠公英混靠 恶奴混靠哥们混靠钱财混 都是些救急不救命的法宝 都不如自己靠脑子混 起先王云书对此嗤之以鼻 后来浑浑噩噩噩混着混着 吃了些苦头 也就愈发知道这言语里头的道理了 都是王云书真等到靠颜面坠地后 才醒悟的 很多狐朋狗友跌了跟头 狠到再没有机会悔过 比如一个从小交好的哥们 前年去了北梁以外的地方撒野 杀女人杀侠客 最后嚣张到杀官兵 结果竟是到今天 连狮首都没能找到 这哥们的家世在灵州 何尝比他差了 不同身份的人 眼中就有不同的江湖 草镇雪衣这些妓女的江湖 声色双甲的李白狮 是他们的江湖魁首 而王云书滞留的顽裤 那家伙就无异于是 顽裤江湖上的陆地神仙啊 而且都没谁能跟他比肩的 你上哪儿再去个 能去京师金兰殿 不贵皇帝的顽裤 上哪儿去找个 能带着老剑神 闯一闯五地城的顽裤 王云书见不得别人过得更好 但对有些惹不起的家伙 还是懂得认输服软 草镇对门口那位 始终没有睁眼的护从 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惊讶 不过是高大一些 沉默寡言一些 不过 当他看到王大公子 一脸凝重的时候 就有点咀嚼出味道了 敲门推门的动作 也轻盈了几分 可草镇不管如何推门 就是推不开 以为屋内 已经拴门做那床子够当 他正要开口出声 提醒里头的公子和雪衣 那位护从缓缓开口道 等着 草镇自身不介意那事情 甚至不介意有他一份 可他就怕身后的 王大公子火冒三丈 到时候 别说他这个小掌斑 就是整座逃塞楼 都得被殃及吃鱼 草镇身后的王大公子轻笑道 再等等便是 草镇真是如同被人 架在火堆上口 度日如年 不知道过了多时 他身后王云书 脸色阴沉地 可以滴出水来 进来 好在屋内传来不清不中两个字 听在草镇耳朵里 这辈子 就没有比这更天籁之音的话语 屋门被雪衣缓缓打开 耐心待尽的王云书英 笑着跨过门槛 看到一张破琴后头 做着搁他做梦 都没有想到的人物 化成灰他王云书也认的 然后 这位黄南俊大顽裤 用一种事后自己 都佩服的当机立断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重重跪在地上 双手拍地 脑袋喷一声 接接时时刻在地面 王云书一个屁也没敢放 就那么五体投地跪着 这种独属于顽固的境界 就算没有陆地神仙 也总该有二品小宗师的水准了吧 屋外草镇嘴角抽搐 屋内血液更惨 惊吓得赶紧去贴着墙壁站着 捂住心口 再不敢看一眼 更让草镇无法接受的是 那个被他误以为寻常 士族子弟的富裕公子 那个堂而皇之 受了王大公子一败的家伙 就那么一手拖着腮帮望过来 似笑非笑 第110章 笼络 王云书才在桃塞楼两位花魁身上 没开二堵 身子骨已经是强弩之末 跪着跪着就有些打颤 却是只敢去竭力纹丝不动 生怕稍有动静 就被误以为心怀不轨 好在徐凤年已经笑道 云书 我才等草镇姑娘 说你我关系不浅 虽说上回 打赌谁输谁见面 就得跪赢 可你也不用跪上一把 起来了 听说你在这里是头一号的豪客 就不怕以后被桃塞楼看清了 草镇今天算是悲喜转换的跌宕 按照他的想法 王云书断然不会是 突然腿软才趴在那里装死狗 那就只能解释城屋内 自称灵州州城人士的公子哥 是不是王云书的就有不好说 肯定家世远胜黄南郡王公曹 如果是父辈官职品质相当的高粮子弟 就算某次被教训的刻骨铭心 但也绝对不至于 低三下四道 见面就给人五体投地 草镇身为小长班 血液可以躲起来发愣 他不行 他赶紧在脑中筛沙子般 梳理了一遍头绪 除去先前 坐在那头发 灰白公子哥的大腿上沿磨屯瓣 有些不敬 其余待人接物 草镇子还算认后道 不过他到底只是陶塞楼的风尘女子 官家子弟多当官 将门子孙多头君 有生龙凤生凤 自然就有老鼠山儿打地洞 但像他这样 跟着娘亲一起做妓女的 黄南郡肯定还有 但绝对屈之可数 徐凤年根本没有把心思 放在王云书身上 之所以能记得这个名字 还得归功于王大公子 有个不俗气的爹 黄南郡公曹王西化 王姓在黄南郡是大族 宗词繁多 不过同一个姓氏 同姓却不同族 出名的有四支 水晶王室 龙衣王室 灵素王室 和紫金王室 经略使李公德 在黄南郡属于外星人 之所以能够发家 就在于 他既是龙衣王室的毛脚女婿 又成功将宗脉牵扯交错的 几大王室豪族 拧在一起 如果说虚立是心病 那么门第灵力 就是激进高荒的救急 王云书心思活络 否则也没办法 在黄南郡左右逢源黑白通斥 当下就心中了然 世子殿下是不想泄露身份 赶忙起身 仍是郑重其事的拍秀阵衣 徐凤年站起身 对草浚做了个饮酒的台币首饰 屋内有酒 只不过用来伺候王大公子 就有些上不了台面 草浚就想着去酒窖 拎几坛子疯藏多年的唇酿 不过徐凤年说绿意就行 草浚愕然 也不敢质疑 不过仍是下意识撇向王云书 这让王大公子气恼得欺翘生烟 富翡这小掌斑 难不成瞎了眼 这不是坑害他吗 当下就丢了个凌厉眼神过去 让他别多事 草浚也知道 不小心化蛇添足 赶忙低脸眉目匆匆离去 徐凤年对王云书摆手 说了个坐字 王云书产妹摇头 忙不迭说站着舒坦 徐凤年还是拎了条椅子给王云书 自己则站在窗口 王云书肝笑着坐下 如坐针毡 把所有认识的菩萨仙佛都念叨了一遍 只求这位脾气极差的世子殿下 别是仙礼后兵 在龙情郡连中红武都给收拾得不轻 他一个没有官职在身的虾兵蟹将 世子殿下 还不是想轻征就轻征 想红烧就红烧 徐凤年手肘靠在窗栏上 问道 王伯父身体可好 王云书咽了一口唾沫 点头道 还好还好 对王云书一直和和气气的徐凤年想了想 笑道 王伯父是北梁少有的书香门帝出身 在黄南郡学问之高 不低于太守宋言 据说曾经有武当真人观其面相 给过衬语 怎么说来着 王云书尴尬道 那不知名老道说 我爹年少 逆于人侠骑舍 再逆于经学词章 三逆于黄老神仙 四逆于西方佛土 最后归于圣贤 我估摸着 道士是不是来自武当海两说 让殿 让徐公子笑话了 徐凤年摇头道 我在武当山的时候 的的确确听过这么一说 那位老真人 是当之无愧的道门神仙 老长叫王重楼 王云书瞠目皆舌 说实话 连王家对着衬语都不怎么当真 只当是茶余饭后的锦上添花 不过他爹年轻时候 确实曾匹马挂剑腹籍游学 人侠义气 不过如今王公曹 最心于道教的黄老清静 王云书从小就没见过 父亲提见练武 甚至连骑马的次数都不多 对于年轻时候的游学经历 王公曹也从未在 这个独子面前提起 王云书对于这些 自己父亲都不愿多说的传闻 也只以为是 溜须拍马好事之徒的 奉承言语 如果真是那位 一直截断苍蓝江的老神仙 那可了不得 王云书顿时对在 灵州官场上 四面树敌的父亲 前途渺茫 王云书察言观色的本领 比起草镇还来得炉火纯青 世子殿下说到 武当老长教的时候 眼神与脸色都十分柔和 并且不是那种 让旁人骨子里发冷的阴柔 王云书当然不会知道 武当山和清凉山 这两座山之间 几乎可以称之为 仙人一剑都斩不断地身后渊源 人人可亲的绿衣酒 在北梁随手可得 草镇很快就提来四壶 徐凤年跟王云书 自然分去两壶 草镇自己要了一壶 雪衣不善饮酒 最后一壶 就给了那名假扮 轻衣书童的刁帽女子 第九时 草镇猛然一呆 世间还有着斑姿色的翘人 莫不是都能跟 湘凡城里双甲一较高下了 徐衍兵已经眼上门 又当上一尊 喜怒不形于色的门神 徐凤年双指令小巧酒壶 轻轻摇晃 促霞问道 如今还记不记恨李汉林了 王云书才喝了口酒压压惊 他以往是从不会碰绿衣酒的 不过跟世子殿下同意 别说是勉强入口的绿衣 就是酒渣也能生出 一对方休的豪情 冷不丁听到这句 恰好捏住他王云书七寸的话 一口酒差点喷出来 赶紧把那口烈酒咽下腹中 酒下了肚子 可一颗心又被吊到嗓子眼 小心翼翼苦笑道 哪里敢 李公子已经在边境上扬名立万 云书别说记仇 就是回头李公子 来黄南郡记组访亲 我给他千码都成 不过李公子离开黄南郡前 说以后只要见着我一次 就要打得我爹都不认得 王云书就算有心赔罪 也实在不敢去李公子面前吃一顿打 草镇自认为抓住玄机了 这位灵州周成来的年轻男子 肯定是跟金略史大人的公子李翰林有交情 说不定就是金略史大人的亲戚晚辈 这才让王云书吓得丢了魂魄 徐凤年点了点头 像是相信了王云书的 看似漫不经心随口问道 听说你有个义兄 在黄南郡做都尉 掌一银兵马 挥下三四百甲士 轻一色的轻骑 战马都是一等中上 放到优良边境上都半点不差了 远比郡里校尉的士族还来得精锐善战 王云书闹闹头黑黑一笑 一脸石胜的咧嘴道 都是银子堆出来的花架子 好看肯定是好看的 真要去边境拉出去遛一遛 跟蛮子拼命的话 我看玄 都是些没打过仗的新族 不过说实话 很多人都是黄南郡帮派的敌传弟子 打仗不行 但是打架很有谱 这些家丑 徐公子问起 我也只能实话实说 如果哪里错了 徐公子说给王云书听 回头我就跟我爹 还有我义兄说清楚 反正保证一点不差 全部顺遂了徐公子的意思 一字不漏 听在耳中的草振 愈发惊奇 感情这位灵州公子哥 不光是跟李家沾亲戴故的后生那么简单 否则哪里能对黄南郡军政 指手画脚 纹固之间的义气之争 捅破天也就是相互斗殴 两帮人各请神仙 打得天昏地暗 最厉害也无非是让一甲鲜明的军武士族做帮凶 万万没有严重到 让家族跟鸡兜牵连动摇的道理 在陶塞楼小掌般印象中 还真没有哪位黄南郡的年轻二世祖 可以去越国父辈 跟那些官场老油条叫板 黄南郡作为北梁粮仓 能在这里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们都不简单 不说太守颜守万灵力 王公曹也是出了名的滴水不漏 可以说个个都是马蜂窝 徐凤年笑道 黄南郡有钱人太多了 不过很多人都是提着猪头找不着庙 说到底还是本事不够 当年争夺丰州次度一职 不是王伯父输给了金略使大人 而是水晶王室输给了龙衣王室 被金略使大人打压了那么多年 以至于后边连黄南郡太守都没当上 接着又被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宋年排挤 还能稳坐钓鱼台 硬是紧握一郡官帽子分发的大权 已经疏为不易 如今宋太守终于要从黄南郡挪窝 去灵州当别嫁了 王云书脸色复杂 难道世子殿下言下之意 是要他爹更近一步 徐凤年也没有卖官子 直接给王云书摆明厉害关系 不过太守一直 还得是龙衣王室那边的官员出任 官场上一脉相承的规矩 不能说坏就坏 否则太遭人恨 我现在好奇的是你那个一兄 到底有没有几分真本事 王云书一咬牙说道 我那一兄 说到这里 王大公子瞥了眼竖起耳朵的草镇 徐凤年笑道 草镇姑娘 你跟雪衣去换些新鲜吃食 外人一走 王云书立即站起身 小心谨慎措辞 殿下 我那一兄叫焦武仪 本事是有的 在幽州边境上 也曾立下不小的军功 可惜被同僚栽赃陷害 让我爹一万多两银子 打了水漂不说 一兄差些都没能活着 回到黄南郡 不过这桩恩怨 咱们王家认灾 王云书也不会在殿下这里诉苦什么 一兄焦武仪 这几年在黄南郡 经常戒酒焦仇 可一身武仪并没有丢掉 这时候 还经常带着士族去和尚凿兵 让他们跳入河中挨洞 谁若撑不下就得滚蛋 我不是给一兄说好话 蒙混殿下 实在是从没有见过 这般凶狠带兵的都尉 徐凤年笑道 你要去了边境看一看 就知道 这根本不算什么了 王大公子立即仗红了脸 善善然道 殿下莫怪 是王云书见识短浅 徐彦兵轻轻咳嗽了一声 几乎同时 徐凤年就对王云书摇了摇手 然后转身站在窗口 望向那座柴飞院